一群教职员郑和力将报废旧巴士通过宅想通道进入校园 位于极大张伦的拿渡万个马拉国校将报废的长途巴士重新利用 让校内1360名学生有机会使用这不一样的新实验室 由于运送巴士的罗利无法进入校园 老师们费了大力气才将巴士推入校园里头 再进行改造工程 眼前的废习巴士来自于新都北方大学的捐赠 起初校方得知北大要报废旧巴士 便向对方提出免费赠送巴士的要求 以改造成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实验室 获得这两旧巴士之后 校内26名教师集结力量 从今年2月开始着手处理和设计 耗时8个月共同打造这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实验室 新的实验室里头有沙发、桌子等设备 巴士外也装饰一番 校长表示 他们将卖出巴士零件的所得 用来购买实验室的器具和安装冷气 这个过程也耗了漫长时间 如今实验室已经正式启用了 校长希望可以吸引学生对STEM课程的兴趣和喜爱